過來之後他就隨便出手了 單手扣來 場邊應該是有一個佔領出現的 但是因為現場的歡呼聲 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裁判也沒有聽到 場邊現在是顏佳華總教練 這邊喊出佔頂 當然剛剛台平志球發進來的話 綠龍的問題會更大 因為他一定得犯規 現在叫了一個佔領發面前球 給對方駕琴的一個半場防守的正式 剛剛合成這兩發沒有發進 那陳馨安是切進去單手扣來 但是也花了將近五秒鐘時間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剛剛因為兩發沒有進的原因 所以呢 裁龍可以攻兩分 他現在還是可以攻三分 那反而剛剛如果這兩發如果中一的話 倒球 那台平則是一定不能發生失誤 不過現在這個裁龍隊應該要賭一個 就是賭這個台平可能在半場發球 也會去這個留底 留底就是讓後衛一直回到 自己本身的防守的籃框 來做一個接引球的動作 然後掉大腳 讓對方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把球拿到 可是現在裁龍應該是要去把 想把這個球給斷掉 這球如果台平可以順利的發進來的話 那基本上裁龍要想贏這場比賽 是很困難的 剩下5.5秒 裁龍隊是一定要操到 台平是一定不能發的失誤 這球發進來之後 給到陳信安手上 陳信安拿到中還有一擊的機會 這球出手 裁判哨音響了嗎 裁判哨音響了嗎 好像響了 這個球就是給了犯規了 那如果是在三分線外的話 那要罰三球 線內的話罰兩球 這個犯規好像不是吹在陳信安的身上 所以他可能要認定是許浩誠的犯規 不是支隊球可能要罰兩球而已 那現在這兩個裁判要做一個會商 對 到底是要罰兩球還是罰三球呢 我們先來看下班動作 這個球發球了發生失誤 這可能是在未出手之前先犯的規喔 不過裁判認為是要罰球三次 裁判認為是要罰球三次 如果是吹許浩誠犯規的話 那就是陳信安在出手的時候 他瞬間打到他的手 沒錯 不過這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剛剛這個暫停的確叫得有點吃力 而且我們看到他們要留底 而玉龍就是要抄這個留底的人 讓這個低時間台平是沒有辦法 把球發進來 而形成傳球上的一個失誤 是 其實如果是吹邵偉犯規的話 那就是兩次 沒錯 那如果是吹許浩誠犯規的話 就是三次 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現在是要考驗陳信安的罰球了 三罰 第一球彈進 有點短的感覺 出手就覺得好像有點露手了 可是這球這次是爬進了 壓力啊 但是第一球罰進了 不管怎麼樣 第一球還是罰進了 這是罰球三次 第二罰進去空心球 如果第二球剛剛沒有進去 第三球就必須要打板然後來拖進 可是看起來現在呢 玉龍有機會 場面玉龍隊的球名呢 是高舉相信陳信安的牌子 第三罰 如果罰進的話 台比現在0.8秒 第三次的罰球 進去了 雙方現在回到平手 陳信安頂住了壓力 他頂住了壓力 三罰都罰進 這三次罰球最驚險的是第一個球 但他三罰都罰進 還有一波進攻 林志祺的出手 沒有投進 這場比賽還沒有落幕 這場充滿激情 火爆衝突的比賽還沒有落幕 雙方在正規的四節比賽打完之後 玉龍被靠了陳信安的三次罰球 結果雙方在正規賽打完之後 竟然形成了73比73的平手 所以台比當然 許耀誠的那個犯規是讓陳信安罰三球 但更重要對台比來講 比較可惜是剛剛那個發球 當然在5.5秒的時候 幾個事情台比都沒有做到 第一個是他兩個罰不進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他發球進來的時候 他寧願這球也許抱在手上 叫一個5秒鐘的一個失誤 也不能讓第一型的球丟出去 形成自己防守的混亂 第三件就是在三分線以外 做犯規的動作 剛剛陳信安在往裡面切入 寧願先他犯他的規 也不讓他可以有罰三球的機會 思念 後再來傳 過來 過來邊 一二到這邊來 Sam那個阿彪站這個位置 這場比賽真的是峰迴路轉 也可以看出說 本境最好看的一場比賽 台比賽一路領先的情況下 結果最後0.8秒的讓陳信安三罰聚眾 張芳回答別的手 這場比賽不但是充滿了這個 戲劇上面的一些演出 也有充滿了兩隊球員 互相抗爭的火爆 他可以算是一場這個 走那個 動作劇 還是走阿彪那邊 拍樂走阿彪那邊 這個情感劇 無論如何啦 有點像上演 今年可能冠軍賽 可能會發生的戲嗎 還是一個一個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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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 防守再次強調 防守再強調 他如果有在那個 正問頂的位置 注意幫忙 來 加油 來 來 好 台比這邊呢 當然雖然在0.8秒的 被陳信安卡進了3分 但是 也是經過溝通之後 不放棄了 最後 還有延長賽 兩隊呢都還有 各百分之五十的取勝的機會 對 球的這一邊 這樣這個人才會慢一點 是因為第二球快 你跑這一邊 他再起來 這場比賽呢可以說是 第五季SPL超級籃球聯賽的 打到目前為止呢 可以說最精采的一場比賽 陳信安這三次的發球 頂住了壓力 其實他最驚險的是第一個球 其實第一球進了以後 接下來就是比較好投了 因為通常在這個時候呢 你的注意力在第一球 真的有時候會手軟啊 幾家歡樂幾家籌 有了 有歡欣鼓舞的 有想去干擾 但是蠻失望的 都有 好 延長加賽 大家再加班五分鐘 等等